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集五对父子出发去云南普者黑 在收拾行李的环节 孩子们的衣柜也曝光在了观众眼前 虽然孩子们的衣柜共同的特点就是满 但几个魔麻出现在节目里的换装次数差别还是不少 前六集中 孟诗玲换装22套 Cindy换装20套 Timmy换装17套 石头换装15套 天天换装11套 女孩子衣服多天经地义 Timmy有个潮霸自己爱打扮也可以理解 只是天天身为小模特 换装次数居然没有纯爷们石头多 难道是因为没有一个像样的衣柜吗 No.3 老爸翻脸次数排行 林志颖保持零纪录 盘点完孩子们的哭点和着装 再看看老爸们表现如何 经统计在六七节目中 五个爸爸翻脸的次数排名一次是张亮两次 郭涛两次 田亮一次 王月伦一次 林志颖零次 爸爸们翻脸主要集中在前两集 第一个搞不定孩子的爸爸是张亮 首次出发早与天天强烈放抗 天天在第一集里 哭了五次 爸爸不小心把矿泉水泼在鞋子里 也闹别扭 但最后跟爸爸的关系是最好的 父子间经常有甜蜜温馨的互动 林志颖在五个爸爸中 对孩子最为温和 也正因如此 直到第六集时 Kimi才第一次独立行动 那你是不是自己完成任务了 No.4 郭涛父子换衣服 逼当镜头 张亮乐于展示好真材 由于是全程记录的真意秀 除了洗澡如厕等私密镜头外 其他生活细节全都展现在镜头前 换衣服也不除外 在镜头前最不怕晒身材的 当主国际名模出身的张亮 第一集进入五个家庭拍摄时 就以裸备好身材亮相 第五集摄制组也是在北京一家全馆拍摄到张亮健身IMV 而在镜头面前最害羞的叫属春爷们石头和他老爸郭涛了 郭涛第一集换衣服时就要儿子挡镜头 第五集换衣服时也煞有其事地蒙住了镜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 第六集里石头意外尿裤子躲进屋子里换装 晚上睡觉时让郭涛一定要关门 也展现了纯爷们羞涩的一面 父子星座匹配度大揭秘 五对父子中林志颖是完美主义的天秤座 Timmy是常常被黑爱吹毛求疵的处女座 Timmy虽小但已经表现出处女座的特质 但善于制衡的天秤爸爸林志颖泡奶刷牙半裤 哄孩子全都能搞定 射手座的郭涛天生乐观积极 热爱自由 喜欢运动 更喜欢和孩子们成为哥们 小石头很支持老爸的工作 就算是带伤参加节目 也不见娇气和任性 体现双鱼奉献和温顺的特点 是最受欢迎的小伙伴 处女座的田亮有强烈的责任感 她们表达爱的方式不同于其他星座 本身就会多一些严厉和教育因素 小Cinty是典型的白羊座 失去安全感就会极易崩溃 但是热情勇敢 活力无限 即便白天完成任务很累 那几天的状态也不怎么好 但Cinty依旧不忘在12点到来时 在爸爸耳边说上生日快乐 祝爸爸生日快乐 王月轮是天平座 安德拉太阳星座是天平 但月亮星座是狮子 狮子座天生霸气闪耀 热情高贵 这对妇女组合在一起 安德拉身上的明星气场 女王同范就可以理解了 张亮具有白羊座态度 亲和的特点 从小和天天如哥们一样 天天是神秘的天蝎座 虽然看上去大大咧咧 其实天天内心对于爸爸 非常的维护 你要迈出那个门 我就是最后一名啊 我如果得最后一名就怪你 我只是想 自己拿一个狗尾头给你 哦真的啊 No.6 老爸年龄排行 80后张亮 32岁最小 五位爸爸中 郭涛年纪最大44岁 石头也是五个孩子中最大的 已满6岁 王月伦40岁 但王诗玲刚满4岁最小 林志颖39岁 Kimi9月刚满4岁 田亮34岁 女儿Sandy5岁半 张亮是年龄最小的爸爸 32岁 但天天已经6岁 五个孩子年龄有益 合作起来一般是大小搭配 干活不累 五个爸爸中 虽然张亮年纪最小 但当爸爸的经验 却很丰富 是观众们认为 情商最高的一个 爸爸去哪儿第一季 已经播出一半 想知道接下来 五对父子父女 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惊喜 别忘了在腾讯视频 准时收看哦